有 通常說里長不在家的時候 里幹事都會跟大家玩得很慘 然後里長回來的時候就說 又來了 又在做事 對嗎 贊同 你看 都贊同 而且馬上拍手 好 先借大家的雙手 謝謝我們樓下的吳大哥 還有羅小姐 兩夫妻 我跟說這久的孩兩個人都沒行情 本來是說吳先生可以認識看看 羅小姐認識看看 還跟你們說他是夫妻 沒關係 沒有關係 這兩天真的要謝謝他們 幫我們做這樣的安排 然後我也謝謝他們 之前帶著我跟秀英 我們就去探勘 去探勘是因為我們覺得 林長要去刺激已經很辛苦 大家平時很辛苦 要去刺激還有你們這樣做也不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看到行程 會很吃力 都在八山 我們就覺得這樣也不太好 因為大家平時已經很辛苦 除了秀英很愛八山 還有吳炎俊也是很愛爬山 我看其他人說到八山我會怕 所以我們就開始 我們那天一大早六點半就出發 然後把兩天的行程一天趕完 然後看一看不適合的 就再調換 就是臨時看周邊有什麼 我們就跑過去再換一換行程 所以我們那天跑回來 真的很辛苦很累 因為回來已經八九點了 那中間也沒有停留 連去到餐廳要看他也很好意 中間說你們要不要吃個飯 不要因為我們根本來不及 就沒有辦法這樣子吃 所以其實還是真的謝謝他們的貼心 那這兩夫妻其實我這樣認識 我覺得還滿好的 因為他們就是故事也很恩和 那希望這兩天要印證一下 我說你中間說得這麼好聽到時候也沒有 所以吳大哥應該比七十年 不要漏氣 我是看起來說 這幾年這樣認識下來很不錯 那其實我們臨場要出去 我們就是很謝謝大家的包容 這半年多來這麼辛苦 這一年多來這麼辛苦 然後都讓我們的利民生去刷 你們才去 所以七月一定是比較熱 所以變成我們就要往 比較涼爽的山上去跑 所以我們就會壓力很大 我十年四點才睡 三點多才睡 四點多飛起來去拜拜 謝謝秀燕平我去拜拜 本來昨天晚上忙晚了說要去拜拜 原來已經八九點太晚了 九點多不能再去 就有點尷尬 所以我才去我五點四點半 我們就去拜拜 剛好光環已經在門前等我要載東西 所以像昨天我就真的很累 昨天很累 我們要做清潔日 那對大家 因為我五點多才睡 我胃很不舒服 我就搬啊搬到五點多才睡 想要密一下六點就起來 買早餐 結果 等會兩歲的說 里長門前已經很多人在等你 要去掃地 我說真的尷尬 趕著去幫我買早餐 真的很貼心 然後下來忙到昨天晚上根本也沒有空 到十二點多才吃泡麵 然後洗澡 然後裝我的行李 所以我都不知道我的行李裡面有沒有什麼 反正衣服有著穿就好 其他都不知道我塞了什麼東西 每一次你們出去 或是我們的李裡面出去 我壓力真的也很大 還要讓你們快樂出門 平安回家 還要讓你們生得很開心 覺得很值得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也只能今天晚上 我這樣招待大家 里長對你們去是自己來 因為我們有跟市政府要求說 我們里長的自強活動 可不可以我們不去 就撥來林長這裡 我們跳來請你也好 不行 就像林長不要林長自強活動 要撥到哪裡也都不行 所以謝謝大家的包容 所以我今天晚上 我有準備紅酒 大家可以盡興 然後呢今天晚上還有團康活動 今天晚上的團康活動 大家真的可以玩一玩 然後還有那個卡拉OK的包廂 可以給我們 都給我們使用 所以大家要在山上 唱歌比較不敢吵 所以大家就可以玩得盡興 然後呢明天早上 生不夠的人 感覺趴得起來 五點想要跟我們去走 那個綠色隧道很漂亮的竹林 真的很漂亮 值得去走一趟 我們就從五點出發去 去走綠色隧道 回來大概七點洗個澡 等那些隧道自然醒了 八點我們一起去吃早餐 我想應該可以 自然醒可以 這樣八點來 怎麼住在山上 你要睡到十一點 我們不會來載你 我們可以容忍到八點 因為通常出去玩 很累就是每天morning call 很累 所以能跟我們爬山的 就去走一走 去看看綠色隧道竹林很漂亮 然後那天我們還看到那個 山番茄 所以但是 他在想請那個老闆說 幫我們打八十杯的 山番茄 我看也不太好意思 素番茄啦 也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之後 我也沒打這個電話 所以有點要求過頭 因為我看到山上也沒幾顆 那那個老闆如果去拔 到時候被抓 對啊 希望說那是很好喝的東西 我覺得以後我們機會 再自己處理 那所以我想 希望今天跟明天 大家都可以放輕鬆 好好的出去 放輕鬆出去玩 那行程不會讓大家太趕 因為大家 希望大家真的叫做去旅遊休閒 不要說這樣趕場很累 再來嘉義的路程應該還算OK 就不會說一直在搭車 所以如果第一天唱不夠的不要搶 我們還有第二天可以分攤 然後呢就像剛剛第二次我跟他們講 絕對不要再寫高先生 再寫葉小姐高太太 然後再寫個秋葉 這樣三張你會唱不完會很累 所以還是給大家一個機會 不然我們那個遊覽車司機小姐 我們都義工啦 就不開玩笑了 我每次出去玩回來 那個李明第一個跟我爭議的 絕對都是沒有唱歌到的那種 那這樣很累 我們大家都臨長都知道 所以這一車真的是自己的臨長 自己人真的很棒 那我也謝謝你們包容我 真的 這外臨長起來很害命 很辛苦 所以今天你們希望你們是 被服侍的好好的 所以這兩天就羅小姐多等待一點 她這麼年輕啊 小我十歲 小我十歲 沒問題 我們兩個看起來差十歲 叫我們兩個同年 沒問題 好 OK 所以呢 這兩天有什麼問題就找羅小姐 這兩天我們就不排一公 但是我還是謝謝光華跟秋美幫了很大的忙 因為我們的攝影 我們攝影他們已經在嘉義了 所以早上我就請秋美多等待 來幫忙照一照相 每個人都要照到 不然 Paul上網的時候 每個人都說沒看到他就很尷尬 那其實這幾天 我要謝謝李幹事也辛苦了 之後我還是希望 我們這一年多來 他也在進入狀況 對不起 在實習 因為他畢竟是從护症過來的 所以有很多去公所的 他不是那麼熟悉 像昨天前天我就跟他講 去公所為什麼要給你那麼多工作 他給你越多 你在裡上幫忙的時間越少 那我們就越吃力 其實事實上我真的希望把一些事情放給他做 如果像我要做的事情給他 他會很累 可是我覺得說 其實你今天在這邊當李幹事 有一天我希望每個李都搶著他 而不是到了以後他出去 他真的什麼都不會這樣不好 可是我又不希望他太累 因為我發現 區公所給他的工作怎麼那麼的大 光送兵單怎麼都送不完 這樣也不好 所以我希望他慢慢的 慢慢的去熟悉 我是很慶幸我有你們幫忙 所以我覺得我們每一次只要一通簡訊 你們都到場 就算我今天又忘記打電話 你們都會到場 這個對我感覺就很棒 我就很放心 那如果真的稍有很舒服道的 希望大家包涵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體諒說 你們的旅遊會比你們晚 然後到7月比較熱 所以我們就到山上避暑 明年齁 如果啦 你們有期待說明年的方式是什麼 真的這段時間要趕快告訴我 你們想要用什麼方式 像有些里他就 林長他就不自強活動了 因為辦這個很累 可是後來本來都吃飯的那個里長 現在都有辦旅遊 上個五月他又辦了 他發現好像光去吃飯 這樣林長的這個補助 光去吃一餐飯好像蠻 好像比較不一樣 所以他後來就覺得 這樣辦旅遊也不錯 所以你們有什麼想法要告訴我 那因為去年天佑就說 這林長出去玩也是一天 都在趕場不好玩 所以我們就辦兩天 那這一次所以我才會邀我們的巡守隊 因為去年我們根本沒有時間照顧他們 所以今年我們就辦個旅遊 也是帶著他們一起出來走一走 因為大部分的巡守隊 都包括我們的林長夫妻在內 所以我們有好幾對夫妻在走巡守隊 所以這樣蠻好的 所以這樣下來 我覺得大家可以生這個機會去聯絡感情也蠻不錯的 好大概就跟大家說明到這裡 那如果有什麼需要再補強的地方 首都要真的多偏 拜託你們 希望你們也多擔待一點 到各地去 到你們各領去做會堪的時候 希望大家多擔待多幫忙一點 其實你們真的幫我很多的忙 但是我也蠻感慨的 像到昨天晚上10點多 還在管那個水溝 然後他說那個310巷16弄尾巴 時間我想我們不是有個早餐店嗎 他說他那個不是要做水溝嗎 可是他們那一棟的下水道 前年我們選舉那一年 他說他們的雜牌水沒接到 如果水溝一蓋起來就會污住了 那我就說其實像我們去年在做下水道 我們基本上不會發生這種狀況 因為我們會去找污水在哪裡 找雜牌水在哪裡 就像現在232巷7弄 市場最熱鬧那一條 他就是雜牌水沒接 就是要幫那些 要做水溝他也不要 所以我謝謝幾個林長 真的謝謝你們幫忙 然後那時候有發一些資料 那結論下來喔 我要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地方有你的林長 可能會聽到一些耳語 結論下文英在那一林 結論下來是不失座的寫一些聯名對不對 失座的寫一些聯署對不對 結果失座要失座的 要澄清失座的人多過於不失座的 那當天在說明會的時候 他們也坦白講說 好如果你們去聯署多我一個我就去做 結果現在賴皮了不做 他還是不錯 他還是不錯 好今天我們強硬去做 欺壓百姓 什麼霸網應上工 這個里長這麼阿霸 這個里長 這個里長年輕不懂事 也不會來拜碼頭 也不會來幫我們找補償費 我說講真的啦 這個做水工還有補償費 我講真的我們家的陸地 在那條巷子的還幾個位置 房子是在那個位置都沒有來 但是陸地在那裡就有了 我真的要跟那幾個攤子收租都有了 但是我們也沒去跟他收 那我們要簽 我們家也是第一個都先簽出來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說 因為七弄頭已經陰到很嚴重了 那他七弄尾巴不做 其實說真的到時候會出事 真的就以我里長的立場 我真的不用理他們 我已經盡力了 我也溝通過了 這一群我再去做 現在變成水利處不敢做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就一天到晚打電話去吵 所以這我很為難 所以我解釋到這 你們都是林長 我們就不再傳話了 因為到昨天都還有聽到說 這個都是因為哪一家 哪一邊不配合 然後是因為里長沒有在爭取 所以現在人家才放棄了 連不同意做的都這樣子講 那個里長現在人家就是不給他做了 錢都調走錯 剛剛我忘記前提主任 我們一樣把那個錢留下來 但是我先從週邊做 我本來的規劃非常的清楚 七八月小月就做那一條 七月就把它結束 像現在就已經在結束了 好 八月趕快做我們週邊 二七八項 還有學校後面 還有四十五弄到二十六弄 二十六項二十六弄 讓九月開學以後孩子去是安全的 結果他們這樣拖我就要先做這一塊 所以我這一塊已經現在失做 二七八現在都做 到開學九月這些孩子走路都安全的 因為這些孩子都爸爸媽媽帶出去旅遊 所以這段時間還可以失做 可是七弄如果最後 我還是會跟水率再做最後一個確定 如果這些公班要離開以前 我最後確定再要失做 可能就碰到八月下半旬 碰到九月就是他們的大尾 那我也沒辦法 這個對對 如果這個巷子最後沒有做 絕對不會像他們說 啊 里長被洗臉了 為什麼 沒事嘛 我已經做到這麼多人期待 都公開了 你不做的公開 要做的也公開了 今天再不做 我只是說 不要讓你講說 我們欺壓你到那種程度 我審次已經講說 不然你挖土氣開來 我里長去開第一個 我就敲低一下 不用怕 然後那個主任就勸我 你知道嗎 做立場怎麼做得這麼辛苦 真的 吃力不討好 可是他沒有想到一點 一大群的人都要做 而且已經淹起來 那個二三二項頭 那個已經淹起來 去年就淹水了 然後那個水溝不到這麼 這麼樣的空隙 沒有水溝了 然後他還認為說 他們鋪完水泥是鋪滿的 他們認為我們沒有淹就好 因為你鋪水泥鋪滿 大家可想而知 如果淹一定淹到旁邊去嘛 怎麼會從那那裡冒出來 對 我們要搖水來找石油 找泉水也要挖 有一個洞才會出來啊 那你今天沒有挖 是跑到別人那裡去 我想我們都是林長在車上 我們自家人關起門啦 如果有聽到什麼耳語 那麼就是我們已經努力了 包括我們的林長那時候 十幾個人去幫忙發通知單 我們都努力了 再真的沒有做 那表示想要做的人 你們自己要更積極 那不做的人自己要去承擔 因為那一天我們開說明會的時候 有一個就講 里長你進來幫我們公布 讓大家都知道 我們是當壞人嗎 我想那你不是不做嗎 那你不做 你又叫我里長去告訴大家 你要不做 那我講不過 所以我覺得你要為你自己做負責任 所以他是很氣 沒有錯 剛剛那個大哥他是轉角 轉角278跟那個七弄 他很好玩 他說我這里長轉頭 我要麻煩 他說 不然不做 這個也是一樣 我再給他做下去 他說奇怪 怎麼老是找麻煩 那他的朋友一個教授就說 你不要這樣講 因為你太有錢 你買轉角 所以在最後那個陳先生 我氣弄他不做 我那個賈媽那邊 那個林長 二三二像四十五都還是會做 其實挖開才知道嚴重 做好以後 我們又幫你恢復有什麼關係 其實工單位 是不會幫你們做前面恢復台階 我們林長要有一個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告訴你們 如果你們那邊有做到水溝 我們那里面問你們 我們前面會有個斜坡 有的人會牽摩托車 有個台階對不對 如果他們再問 那個本來就是你把這種都是加蓋 在我們的水溝上面 都叫違章 那基本上他施工單位是不能做的 可是他們也配合我們里長要服務里民 怕里民就不願意配合做水溝 所以他們就幫忙敲掉以後 會再幫忙做斜坡 做些小斜坡或是樓梯給他們 那不叫一定要做 但是我們服務 我們把它做好 讓他們有這個觀念 再買做不足 做不中 還是不足 用料鋪度比較不好 然後他就會阿求說 這個這樣不好那樣不好 所以你們是林長 一定要講出這個觀念 今天你們跟著我 你們是林長 未來如果不是我當里長